上下陈信老翁坐铁椅等公车 一旁无信老翁站着看时刻表 这时一辆小货车高速直冲撞上来 春阳伞的女子躲过一劫 另一人被吓坏跳起来闪 但两名老翁没那么幸运 这个牌子抬不起 我帮你直接往后拉你先鞠 陈信老翁被卡在扭曲变形的铁椅上 动弹不得 警方合力将他脱困 另一名无信老翁也被夹住获救后 紧急送以抢救 撞击力道是相当的大 可以看到公车站白已经成为沸田 而就连一旁的铁翅椅子 他的脚也已经歪斜了 事发在台北万华果菜市场旁 6月26号中午11点多 48岁无信驾驶开着货车 载着清洁用品要去送货 他公称刹车失灵 车拉起来 可是我手拉上也没什么 为了闪避停红灯车辆 将车开往人行道 向撞路源增加摩擦力来停车 却失控冲上人行道 现场是公车站牌 不只路人 一旁机车也差点被搏击 小货车的挡风玻璃碎裂成 蜘蛛网状 车头的车壳也碎裂 蛮大声碰一声的 本公车椅子那边有坐山的人嘛 但有一个比较年轻的 看到车子冲上来 他好像跳走 两个比较年纪比较大的 那个阿弟就被撞到 来不及走 一个夹在车头 一个倒在地上 我许都蛮多的 受伤的是72岁 无姓老翁 左脚骨折 双手擦挫伤 还有88岁 陈姓老翁 右脚骨折 骨盆枪撕裂伤 左脚也挫伤 这辆造势货车 刹车怎么会突然失灵 真正车祸原因为何 后续还有待警方理清 东森最后您稍微要提 台北报道